加奈和丈夫阿良已经结婚多年 但是目前阿良仍然没有正式工作 只是整天游手好闲 不时地去富豪爸爸那里要钱 可是富豪爸爸显然不是傻子 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借钱给阿良 因此阿良只能到处寻找工作 加奈原本以为丈夫能够慢慢找到一份 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可惜这个想法很快就落空了 最近阿良又辞职了 突然想靠打游戏挣钱 整天没日没夜打游戏 加奈却说阿良 阿良却完全不听 加奈无奈地看着沉迷于游戏的丈夫 心中失望不已 这天加奈突然生病了 阿良却跑出去和网友线下聚会去了 只有公公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加奈 公公细心地照顾加奈 加奈对公公的关心感动不已 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以此作为报答公公的关怀 一个月后 阿良终于放弃了用游戏赚钱的想法 然而 阿良一到晚饭就开始要求公公提供资助 说他要当主播赚钱 公公拒绝了他的要求 阿良便大发脾气 最后喝多了 醉倒在沙发上 加奈看着无药可救的丈夫 心中充满了无奈 公公也没有针对阿良的情绪 只是安慰加奈 让加奈不要太在意 加奈十分感动 于是拉着公公 足足运动了一个晚上 没想到 几个月后 加奈竟然怀上了公公的孩子 加奈想让公公负责 公公在得知加奈怀孕的消息后 竟然不怒而喜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甚至还准备将自己全部的财产 都给加奈和阿良一起分享 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听了公公的话后 加奈终于如释重负地露出了得逞的微笑 原来加奈怀上的并不是公公的孩子 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夫妻两人 为了骗取公公的财产 一起为他精心设下的圈套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